大家好,我是方姐 今天继续来分享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恋爱事 昨天已经讲到了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 到泰国去旅游了 在1月17号 我想起来是1月17号那一天 每天我们都会视频聊天的 有的时候聊三到四个小时 反正天天聊天的 天天都要视频的 那天我要跟他视频 就是我们旅游过后 一个礼拜 我就跟他讲 我说要跟你视频 我一直在等他 他就一直在推辞 然后我就隐隐约约 感觉到有点不对劲 我一直问他 我说什么时候才能跟你视频 他一直推 因为我那时候我还要上班 早上9点钟就要上班的 就是做房产中介 卖房子的 一直推 然后他就说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聊天 然后我就感觉不对 他是一直追问他 他又不肯跟我说 后来没办法了 是到凌晨的时候 两三点的时候 他就跟我视频了 我说你再不跟我视频的话 我睡不了觉 我说我第二天9点钟还要上班呢 不然起不来 对吧 我还带客户去看房子呢 然后他迫不得已 他就跟我视频了 视了频之后 我就感觉他喝醉了 然后呢 就是他脸很红 然后他就说 我跟你讲一件事 我说什么事呢 但是我再怎么感觉不对劲 就是打破了天 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跟我说这样的话 你猜他还问我说什么 他说我要跟你分手 我们俩不能在一起 我第一反应就是 你在说这酒话还是真话 就是我耳朵听到的是真实的 但是我的内心告诉我自己 这是假的 这绝对不是真的 他说 我从 从那个机场到家的时候 他回德国的时候 他说 我心里好高兴啊 我终于可以看到我的女儿 和我的老婆了 因为他之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从来不叫他老婆 叫老婆的 他会跟我讲他的名字 或者是 他 直接他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老婆这个词 不都是用在我身上的吗 他说 我好开心啊 我好开心看到他 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子 然后他就说 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分手吧 你也不要 就是记得我这个人了 我们俩就这么 就是过眼云烟一样的 就这么地 他说以后就是 那一年的 就一五年 就是春节的时候 其实就是 一四年年底嘛 他就 他本来的计划是 他春节的时候 跟我一起回老家 见见我的父母的 他说 我也不会去了 我不会跟你去 因为我们俩 现在结束了 然后我说 那如果你以后出差到中国来 我可以去看你吗 他说 你也不要来了 我也不想看到你 我说真的吗 我说那你不爱我了吗 他说 我爱你 但是我们俩不能在一起 当时五雷轰顶 真的是五雷轰顶 就是自己的潜意识 还常勉强地告诉自己 这不是真的 其实他说的就是 你能不知道 他跟你讲的是真话吗 就是你自己告诉自己 自欺欺人嘛 自己骗自己 一直跟他聊聊 他说就吵吵 他要跟我挂视频 他说 我不能跟你再聊了 怎么怎么的 就是借口嘛 他就 他说 我还是喜欢这个家 还是喜欢这个婚姻的 当时我就 那好吧 我也强求不了 对吧 一扭的瓜 强扭的瓜不甜嘛 好好好 他 从那以后 他就不要跟我联系了 然后呢 你说我能睡得着觉吗 你说刚刚旅游回来 一个礼拜 你就跟我说这样的事 而且在14年年底 12月份的时候 我刚把婚离了 离的婚一个月 你就跟我讲分手 你说你是不是 跟我开玩笑嘛 对吧 你现在的婚礼没离掉 我婚礼掉了之后 你就跟我说拜拜 对吧 那你说 作为任何一个人 你能接受得了吗 肯定接受不了 他就说 我真的比较强势 因为我跟他讲过 我说如果一个人 他抛弃了我 或者是 他要跟我分手 我不会纠缠对方的 我就直接跟他讲 那我就把他拉黑 让他消失在 我的世界里头 他就认为 我这个人很 就是很残忍 说我这个人心狠狠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死财难打 有什么用 后来呢 他说呢 你生日 我生日是2月份嘛 就这个月 就是我生日了 他就说 你生日我也不会来了 你我到中国去 我也不会告诉你 你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说那好吧 那你既然你都说到这样子了 我也不能死皮烂脸的 我这个人也要面子的嘛 人 就是树活一张皮 人活一张脸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好 他呢 就是从那以后啊 他就真的不跟我联系的 我们微信也有联系的 就是他不跟我联系 他就 我就看见他 那个时候就是 他就会突然上skype 然后突然下去 一会上一会下 其实他试探我 看我一会把他拉黑 其实说实话 skype把人拉黑 我不会 你知道吗 那天他跟我说了之后 我就给我的好朋友 在无锡的打电话 我就跟他讲 我们俩分手了 别人都说 怎么可能 他跟你分手 他爱你爱得要死 怎么可能跟你分手呢 我说真的 我不骗你 真的跟我分手了 等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是去上班嘛 带客户去看房 我嗓子说不了话了 没有声音呢 就是这样 什么 就这样子的 嗓子完全失声了 我带客户去 整个人都是蒙圈的 然后我就跟同事讲 我说 我男朋友跟我 要提出分手了 已经提出分手了 不要跟我联系 他怎么可能 所有人大家都是 怎么可能 他肯定是一时 神经病发作了吧 大家都劝我们 看得出我们 我们两个的感情 还是挺好的 大家都觉得很诧异 怎么可能的事情 我自己也告诉我自己家 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 就这么发生了 我下班的时候 六点钟 九点钟上班 六点钟下班 我回去的走 在路上的时候 过红绿灯 我就 压根大脑 你没有想到 这是过马路 就直接穿 就是大脑已经不错控制了 那当然我每天 我也会给他发微信 我就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他就会推辞了 他就有借口了 等会我要带着我女儿 出去散散步啊 今天天气比较好 怎么怎么的 等你有时间的吧 我说那好吧 那我要有的是时间等你 其实在我的内心当中 如果一个人把我 以我以往的脾气啊 就是他把我 他还跟我拜拜的话 我是不会强求他的 但是那次我就 就地生下见的那种 就是等着他 看他什么时候 心情缓解了之后 他会跟我联系 我一直在耐心的等待 我没有强迫他 要跟我视频啊 怎么怎么的 没有 后来他每天 他都会 有的时候跟你聊一会儿小天 就是不视频啊 他就跟你聊天 在微信上 我就看那个skype上面 再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后来突然有一天 他就觉得 我这人不是 所说的那个样子的 就是说 我心狠手辣呀 快到攒乱麻的那种 不跟我谈男女朋友 我就把你拉黑呀 消失我在我的世界里呀 没有 他觉得我这人 就是刀子嘴 刀子嘴 豆腐心的那种 他也就慢慢的 他就跟我聊天了 然后我们慢慢的 就是开始恢复到 以前那种关系了 就是视频聊天啊 怎么样的啊 但是就是我就觉得 那时候我们俩隔阂了 就是你会觉得 你会迁就他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你会听着他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 我跟我前妻讲了 他说我不跟他离婚了 他说我前妻听得很高兴 我说真的吗 他说是的 他听得很高兴 我跟他讲不离婚了 他也就不会就在 外国人素质 跟咱中国人有点不一样 人家说你说不离就不离 人家不都问你为什么呀 乱七八糟的 什么一哭二道三上吊啊 那种没有 然后他就说了 说了嘛 那不是明摆着给我 暗示吗 就是你想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我不会跟我前妻 不会跟我老婆离婚的 离咱俩也是不可能的了 就是朋友界限 已经划清为朋友了 那我也知道 我也不想越过这个界限嘛 对吧 我尽归活着 还有一点我的尊严吧 然后时间 慢慢时间的推移 我们再聊聊聊聊 然后感觉 我感觉我们的感情 又和好如初了 那种感觉 他说我跟你讲一下 我决定了 我二月份 你生日的时候 我还去看你 我说真的吗 他说是的 我要去看你 我的机票都订好了 然后就每天 我们还是聊 聊 一直到 我生日是2月22号 然后他21号的时候 18号 20号的时候 他过来了 他到上海来了 他每一次到上海来 到中国来 不管他到中国 还到其他的地方去 只要我在那里 我都会去 亲自去到机场去接他 风雨无阻 这就是我 如果的话 我知道那天是高峰期 我会提前一个晚上 到上海去 准时的出现在 机场岸去接他 有几个女人 能做到我这一点的 对吧 我觉得我可以摸着 我的胸脯 不过这个数 真的 我风雨无阻的 去接他 然后呢 我就 我就2月份 我生日的时候 20号 我就去接他了 然后他就 我们在上海住的酒店 在靠近近安寺 那个地方 住的是一个公寓 叫西藏北路 还是什么的 好像是的 然后呢 我就接了他 然后到公寓里头去 去买菜 去贸业 是什么 那个里头去超市 都进口超市 东西还挺贵的 就买了一两个荤菜 一点蔬菜 买一点水果 500多块钱 我就觉得挺贵的 要到菜场买 还是比较划算的 因为我对那边 路也不熟嘛 然后那天呢 我的那个同事 无锡的同事 他要回家过春节 他要回家过春节 他就说 他的机票呢 是在 红桥的 他结果呢 他这个人比较有才 把登机口看错了 和时间看错了 就是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级 就是他人很早去 结果错过了飞机 就是因为登机口看错了 后来他没办法 就跟我联系了嘛 他说 哎呀你们在上海那里 他说 有没有地方让我住一宿 他说我第二天的飞机 我说好 然后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我们是租的那个房子 公寓是富士的 我们住的 上面他底下有沙发 让他住一晚上 然后那天晚上 我就亲自做的晚饭给他 做的晚饭啊 大家喝点小酒啊 怎么样的 这个时候还好 第二天21号的时候 他我老公就带着我到 那个 叫什么 口子还是锦子 锦子巷好像是的 到那边去 上海的锦子巷 到那边去 庆祝我的生日嘛 然后到有个酒吧 他那边有个酒吧 那个巷子里头还挺挺好的 他有一个叫德国的 就是Gluwein 就是 就是他们这圣诞节的时候 喝的那种 红酒里头 加草药的那些 什么沉着一起熬的 我是不喜欢喝 我老公觉得在上海 能看到这样家乡的啊 他也觉得挺亲切的 他说我们就到这里头来 然后带着我这儿去 然后可以在墙上写字啊 就是写了自己的字 贴在上面去 然后你下次再来 还可以看到 我们去了两次了 都看到我们写的东西 自然肯定被后面去的人盖住了嘛 在那边写啊 怎么怎么样 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啊 永远在一起啊 什么的啊 也搞个小浪漫啊 虽然岁数大了 但是少女心我还是有的啊 后来我们就换了一家餐厅 是西餐厅 去吃的晚饭 然后点了一瓶红酒 我记得我喝了第一瓶红酒的时候 我还记得 他又开了一瓶红酒 喝了第二瓶红酒的时候 我就不记得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了 第二天的时候 我老公就跟我讲 你昨天晚上发神秘病了 刷酒疯啊 他说 你知道吗 你刷酒疯 刷得可严重了 往那个脚丫子 从楼上跑到楼下去 躲在一个那个暗室里头 我就找不到你啊 你在那边哭 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说 你看那楼下的宝丸 就抱着人家 说你见到鬼了 说的 因为头两天 我跟他在看鬼片子 我这人就不能看鬼片子 一看鬼片子 就记得大脑里头 一年都能忘不掉 就这样 会反复反复 想着这个画面 他说你要自杀啊 他说当时我都吓死了 他说 你用那个 一次性的那个牙刷 就是那里头提供的嘛 他说割自己手腕 然后我一看我的手腕 真的有印子 因为牙刷嘛 也不是刀 一下子能割得了 真有印子 他说你把你自己 反锁在 卫生间里头 你要自杀 我说我这人 这这么开朗的一个人 怎么会 想起来自杀呢 想想都不可能的 其实我后来 我就反省了一下子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 因为就是 1月17号那天 他给我了 这个打击 还是挺大的 精神上的打击 所以我就会发酒疯 以前喝酒 从来不发酒疯的 他说我当时都想报警了 万一的话 你要是死在家里头了 怎么怎么 有个三长两短 警察不得把我抓起来 他说我当时就恨不得 开另外一个房间 远离离这个人 但是我又害怕 万一你伤到我 或者你伤到你自己 我解释不了 他说好在后来 我把你摁住了 你睡着了 我说我的妈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 很神经病吧 他说当时我心里在想 如果你每次一喝醉了 就这样子 这一辈子怎么办呢 他很恐怖 他就心里想 这个人是个麻烦 有神经病的 不能跟我在一起 他心里头打嘀咕了 后来我就控制我的酒量了 我不能怎么喝下去了 但是以前 我也没想到 我会变成这样子 完全不是我自己 就是不相信他说的话 那事实摆在眼前 你只能相信那样 那就控制自己酒量了 不要喝酒了 或者少喝一点 不能喝多喝 所以以后每次 我只要喝酒 喝了两瓶到三瓶 他就害怕了 他说你又想干嘛 他心里害怕 有阴影呢 二月份的时候 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他跟我谈的 他说你要到 我想让你四月份的时候 给你办签证 再到德国去 两个月 这次是两个月 我说好 他说这样子 他说 那我们肯定要住 租房子了嘛 他说我要搬出来了 他说 那也不能就是拖泥带水的 跟前妻啊 都要摊牌嘛 对 我说行 他说你允许我 周末的时候 看我女儿 在那边过夜吗 我说不行 我说你可以等你女儿 睡早了之后 你再回来 但是你不可以在那里过夜 我说那你要在那过夜 你把我当什么 我说 如果我跟我前夫这样子呢 你会愿意让我在那里过夜吗 他说那是不可能的 我说那就好 每次你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先考虑一下 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了 如果你能接受得了 你能承受得了 那我也能承受和接受 你自己都接受不了 凭什么别人能接受 对不对 我也没有 我这个人是做事情很公平的 黑是黑白是白 有的时候我老公说我太固执了 说你应该 就是有的事情 不单单是白和黑 还有灰色的 我说没有 我这人就喜欢公平 我 自己能做的事情你也做 就是 不强求别人 我自己做不了 你必须要做的 没有 那我会换位思考一下子的 然后呢 他就给我 我们就开始办签证了 签证到那边去的 他所有的东西他都办 办好了 我是15年的时候 4月26号 到了德国 然后他就说 之前那我一去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他说那你到德国了 两个月呢 像上次是呢 14年是两个星期 你还能好 两个星期 他有人是周末呀 还有长假呀 就是周末的长假呀 还能好一点陪陪我 但是两个月的话 那你想想看 虽然德国南部的上半年的话 他的假日 节假日比较多 但是那也不能天天节假日 对吧 他说你会无聊的 还有一个 为以后结婚做准备 就是因为在德国的话 你要跟德国人结婚 那你一定要有语言过关 要AE 德语的AE证书 或者就是你没有这个证书 但是你要口头 你到那个大使馆的时候 他会口试的 现场口试的 所以呢 他就说 你也得学一学德语 我心里想了 那就去吧 学呗 我们租的房子 租了两个月 我4月26号去的那一天 他把我带到德国的 就是啤酒花园那种 Browhouse 它就是自己酿的那种酒啊 它是在酒店里头 有自己开了一家餐厅的那种 还挺好的 是自己酿的酒 德国啤酒 大家都知道挺凶的 比咱们什么雪花呀 我不指的是北方的那种雪花 度数它高啊 南方人喝的雪花呀 就是以前的泰湖水呀 那些酒啊 它比较淡 但是德国的自己酿的酒 度数最起码四点几度 挺厉害的 没喝几杯 又醉了 这里的当天晚上 又发神经病 发了神经病 我们那个房东啊 他是住在顶楼 有两个公寓 就是两户嘛 我们住在这里 他住在对面 他说我醒来的时候 躺在床上 一觉醒来了 我老公已经去上班了 然后晚上等他回来的时候 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你又发神经病了 跟上次一样 在上海一样 我说啊 又发神经病 他说你很吵 吵得当时我都吓死了 我就怕房东报警 我说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说你又开始发神经病了 很恐怖 他说你喝醉的时候 就是像变了一个人 咱们中国话 就说像鬼上山一样 那种的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反正我就觉得 我口很渴 渴得不得了 因为喝多了嘛 哎呀 所以啊 这个酒真的是害人啊 然后他就跟我讲 你不能以后这样子 你要开始保证起来 他说我还想以后跟你在一起呢 就是 我是4月26号到了德国 第一天就喝醉了 然后5月份的时候 5月3号还是几号的时候 我就开始 给我报到的那个德语课 就去上课去了 一个村嘛 走路10分钟就到了 他提前给我带到了一个学校 他说你是哪个 哪个 你的房间啊 里头啊 这个就是你的学校啊 你要去报名的呀 我钱都交掉了 哎呀 就去稀里糊涂去上课了呗 上课也听不懂 还好有阿根廷的 有意大利的 还有其他的什么 阿富汗的 叙利亚的 还有伊拉克的 他们 他们有的人很多 他们不会讲英语 所以呢 我也跟他们交流 还好吧 反正我这人不知道怎么的 到哪个学校里头去 大家 他们说我是自来熟 所以人缘还是比较好的 先混个熟嘛 然后跟他们聊得也挺好的 他们也挺 也挺 关心我的 那时候我不知道 德国有难民啊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心里想到德国来的都挺厉害 都是移民过来的 都不知道呀 那时候老师教课呀 各方面还挺那个的 待了两个月 我就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签证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探亲签证啊 就是在180天之内 有90天 可以住在那里的 但是如果你 比方来说 像我在到德国来 我住了三个月 那你三个月 到了时间 你要出这个欧盟国家 回国也好 那肯定是回国 其他地方 一个人都不认识 你去了干嘛 肯定是回国 待了三个月 90天 然后呢 再过去 因为那次我办的签证 是只有两个月的 没有办一年的 就一年当中的话 那也不是说 那时候都不懂嘛 以为办一年 就是说 我现在出去了 我然后再回来 就是几天再回来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后来 我老公他开始 查了一下子 他说 在180天之内 只能待90天 90天到了之后 你必须要离开 欧盟国家 所以我们就 继续办了 等下次 我再来到德国的时候 已经是九个月份了 然后呢 我们就租的 另外一个房子 就是之前我们租的 五年的那个房子 那个房子就是 当时我第一眼 到德国来的时候 就是 租的那个房子里头 他就提前给我打玉房子 他说你不要嫌弃啊 这个房子小啊 怎么样的 因为我不知道 我还以为 中国人那种 租房子什么都有的 家电啊 厨房用品啊 像就是一般的 不要什么 过碗 朋友朋友嘛 那最起码就是 油烟机啊 之类都得有 油烟机 电磁 就是煤气造什么 都得有 床啊 电视机啊 冰箱啊 洗衣机啊 都得有呢 不是的 他这里租房子 他有冷租和热租的 他们还有就是空的 我们这边是这样子的 就是 呃 卫生间和厨房 他是给你的 但是洗衣机是没有的 那也不包括灯 灯也没有 床 椅子 那其他都没有 只有 有电磁路 就厨房弄好了 搬不动的东西 拿不走的 他都有 到了去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张桌子 四张椅子 然后一个床 还有床头柜 其他的 没有了 都是空的 后来我们到一家 我们一起买 一起装 然后慢慢把家里头的东西 慢慢慢慢慢慢添起来的 那时候我就觉得 家嘛 本来就是要慢慢一手 慢慢做出来的 不是说酒店拎包入住的那种啊 那你没有感情的嘛 所以他就说 啊 我以为你这人很挑剔呢 他说我都不知道 你这人还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从我老公的心眼里头 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认为我是一个 花店酒地 这种不是说那种贬义词啊 他花店酒地就是怎么的 我不顾家的那种 喜欢玩 玩心比较重的那种 没有责任心 因为他每次去中国的时候 或者是他跟我认识啊 还有我们出去玩啊 什么的 都喜欢到泡巴呀 吃饭啊之类的 朋友 他一到国内的时候 我请所有的朋友一起吃饭呀 为了迎接他 他以为我是这样一个人 他不知道我另外一方面 所以这就是他对我的误解 后来慢慢发现 哎呀 所以啊 家里头所有东西慢慢的 我就开始 我们把家装修的越来越温馨 虽然东西也不值钱 但是至少说我们俩用心 建筑了 就是造建了我们的爱潮 爱的小家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明天咱们继续啊 我觉得上中下都分享不了 因为有的事情 你不能讲个大概 有点细节的嘛 我自己个人认为啊 你们也可以跟我讲一下 讲一点细节的好 还是不讲细节的好 就是吵吵了事的那种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就 订阅我吧 爱你们 拜拜